古墓 石墻 以此普通的戶外之旅 近來驚人的發現 山大王的故事 不服女士的傳聞 持萬古田之上 究竟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墓 X檔案 走進不成大山深處 帶你一起尋找古田之旅 很多朋友都喜歡戶外探險運動 背著硕大的登山包 戴上帳篷 睡袋 乾粱 行走在山野森林之間 感受最最原生態的自然風光 和城市裡快節奏的生活工作相比 這種狀態無疑是別有一番風味 不知道電視機前幾年 有沒有過這樣的想法 如果 我是說如果 能在這種戶外探險活動中 真的發現什麼寶藏啊 古墓啊 古代遺跡啊 這該是一件多麼刺激的事 當然 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事 都是小概率事件 咱們畢竟不像 加勒比海盜裡面那 傑克船長那樣 以探險尋寶為生 不過 小概率事件 不等於是 零概率事件 並不是說不發生 不久之前 有人就在湖南少陽的城部 真的發現了大面積的古代文明遺跡 而是最神奇的是 發現遺跡的地方 根本就是在一個荒無人烟的無人區 長山某高校學生 同時也是業餘登山運動員的夏明 來到了十萬古田 十萬古田 坐落在城部的最南端 是湖南廣西交界處的群山之間的一塊 高山平地的統稱 這裡風景秀美 四季如春 長期以來 一直是旅友們登山野營的好去處 夏明此行的目的 就是為長沙一家戶外運動俱樂部 開拓新的野外縣 夏明選擇的路線 是沿著十萬古田西邊的一條小溪 由北向南穿越整個古田 原本計劃一天的時間 能完成整個穿越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周二天的行程 卻因為一次意外發現 而中途停止 樹林的時候 看見那裡有一座墓 我來過那個十萬古田不下三次了 但是以前都沒有看見那座墓 我覺得奇怪 我聽別人說 那裡是無人區 怎麼會有墓呢 山野之地看到墳墓 本不是見什麼稀奇事 但夏明這次碰到的情況有所不同 在他的印象中 十萬古田方圓五十里都是無人區 一般來說 墓地不會選擇在 如此荒芜人厭的地方 難道眼前的這塊墓地 會有什麼蹊跷 夏明仔細觀察了 面前的麻石墓碑 直接上面清楚地刻著 這樣兩牌子 生於乾隆星海年 墨於同志甲子年 他的後人把他安葬在這裡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一個可能就是他生前坐在這裡 另一個呢就可能他的老家 就是在這裡 清朝人的墓出現在了無人區 事情雖然蹊跷 但也算不上多麼驚人的發現 可是夏明接下來看到的東西 就遠遠超出了他的認知範圍 那個墓地的不遠的地方 直線距離大於五十尼米的樣子 當我看見它周圍 好像有那個 十頭七成的牆跡那種樣子 路兩邊也有 總共好像有十米多長 還有有三四 三四十尼米那個高的樣子 漆得很整齊 好像是那種古代淵陀的 牆角和牆跡 如果說在大山深處出現墓地 我們還可以把原因 歸結到風水 祖墳所在地 等等說法上面去 可是在十萬古田 這樣的無人區 出現殘缺不全的 石頭壘成的牆跡 這就不太好解釋了 難道在這塊高山平地之上 其實以前是人類的住所嗎 如果是 那麼是何人何時 住在這個地方 另一方面 夏明雖然只是一個登山愛好者 沒有專業的考古知識 但他也看得出 那些石頭牆跡 不是近現代的產物 說不定 還跟不遠處的清朝墓地 有什麼關係 種種疑團困擾著夏明 讓他一時也沒有心情 繼續的原定 形成 這時他想到了一個人 這個人 說不定就能解開他 所有的疑惑 這個人名叫易能華 土生土長的成步人 說起來 此人在十萬古田上 已經住了七年 可是夏明不是說 十萬古田是無人區嗎 怎麼又會有人在這裡居住呢 說這個十萬古田是個無人區 那肯定是沒有常住的人口 這個一時五年是在山上採腰材的 在山上面建了一個小木屋 所以它原來的房子是住在山下面的 易師傅呢 是在山上採腰材的 在山上面建了一個小木屋 所以它原來的房子是住在山下面的 易師傅在山上中腰材已經有七個年頭 對於十萬古田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過 那麼他是否知道 清朝古墓和古代牆跡遺跡的由來呢 晚飯過後 夏明決定找易師傅聊一聊 結果 易師傅不僅對那些遺跡的位置瞭如指掌 還知道一個關於古田的天大秘密 根據當時聽廣西那些老人說 也就是那些老人都是八九歲的 好像是明代的末年 清初 那時候就是有湖南省 那個龍徽縣就有三兄弟 當時那個時候他已經請了一個 也就是在縣上來說叫山大王 就是在這個古田幾乎一樣 蓋了很多房子 而且在這個古田的這個中間 他就建立了一個山寨嘛 易師傅告訴夏明 以前他曾經聽山下的老人們講故事 說的是古時候 十萬古田是個特別熱鬧的地 這裡本來是張氏三兄弟起家的根據地 修了很多寨子 而且又是連接湖南廣西兩省的交通要道 到兩省做生意的商人來往兩地 都要翻過這座山 如果這種說法屬實 那麼夏明白天發行的遺跡和古墓 都好解釋 不僅如此 易師傅還說起了一個 關於十萬古田上的古墓的故事 他們在清朝的時候 就張了一館走在那裡 他說那個古墓裡面 就是說那個形象放有金條 魚錫和這樣的東西 那些人聽了那個老人說了之後 他們就很留意 後來就上來就找到了那個古墓 已經倒過三次 在第三次才成功的 那個屍體在三天之內還沒有腐爛 也就是說當時倒墓了 那天晚上倒墓 第二天就有人發現 發現去看的時候那個屍體 臉帶洪水 衣服全部是聲音的一樣 他們也感到很奇怪 從古墓裡挖出了保存完好的女屍 其實這樣的事情 擱在信息發達的城市 早就是轟動性的大新聞了 不過十萬古田實在是太過偏僻 這件事情發生在九年之前 可是對於夏明來說 此事呢 就有些無從考證了 但是如果這事 是確如易師傅所說的 那至少能夠說明一點 古代十萬古田是有人居住過的 這經濟文化科技水平 已經是相當發達了 畢竟沒有充足的財力 沒有一定的屍體防腐技巧 肯定是沒法把屍體保存的這麼好的 同時盜墓賊在古墓裡發現了 大量的金銀財寶 也能說明這一點 可是易師傅所說的故事 空口無憑 還有什麼證據 能夠證明他的說法呢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那麼當年兴旺的山寨 又如何從十萬古田上 就這麼消失了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 隨著另一群人的出現 逐漸地浮出了水面 邵陽市文物局和布城文物局 組成零和客套隊 進入十萬古田 他們此行的目的是 尋找十萬古田的人類文化遺存 他們能找到古田文明 曾經存在的證據嗎 我們所將我們的文書下面的資料記載 在隱私網時期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等病的地方 整個十萬古田呢 它是有三個部分組成 有上古田 中古田和下古田 它整個地勢是一個梯形分布 然後北高南低 我們去主要 主要是考察的地方是中古田 在中古田呢 我們發現了一個 直徑大概有三百米的 一個圓形的一個 類似層次的一個遺址 考古隊員所說的古城遺址 坐落在當地人稱之為 蓮華中心的中心田腹地 這裡有大片的千年苔藓 和沼澤地 中心部分長滿了一種 叫做掃把竹的低矮灌木 但是外圍部分 卻長著高大的橋木 正好形成一個圓形的包圍圈 不僅如此 在蓮華中心的外圍 考古隊員還有更大的發現 層次那個層次移植的邊上 就發現一個 類似護城河的一個 半圓形的河道 遺商種種發現 讓考古隊員驚喜不已 可是要確定中古田一帶 是否真的存在過城池 這些發現還遠遠不夠 符合一個層次的一個 幾個條件 第一就是它 要有護城河 第二它在它周圍 要有古墓障 在裏面也有那種 巫城椅子 那個基石 找到幾塊基石 然後周圍都比較平整 有那個 當地那個人反映了 他們在裏面 挖的那個木頭 很大的那種柱子的木頭 還有那個青石板 古墓障呢 它有的有悲客 有的沒有悲客 有悲客的我們 我們拍攝的 看到的 都是 都是清朝時期的 陶谷隊員決定 這些石頭牆機 就是古代巫場的遺跡 過去在這裡 肯定見過規模 規模比較大的院路 除此之外 他們還找到了 中藥材的 易士夫所說的 被盜古墓 古墓的墓碑上 刻著身於乾隆 墨於咸豐的字樣 說明這又是一塊 新朝時期的墓地 古代墓葬群 古代巫場遺跡 護城河遺跡 種種發現表明 十萬古田在歷史上 真的可能存在過 繁盛的人類文明 現在的問題是 這些歷史遺跡 真的是屬於秦始皇時期嗎 如果秦朝時 這裡是兵家必爭之地 那麼後世 為什麼沒有延續下來 既然清朝時 還有人葬在這裡 那麼短短一百多年間 這裡又是怎麼變成 無人區的呢 我們還找的一些 那種青花瓷片 那種翠瓷片 有清朝的明朝的那種瓷片 結束了十萬古田的實地考察後 考古人員回到縣城 他們下一步的工作 是從歷史資料中 尋找問題的答案 不久之後 一個信息的出現 讓所有的遺团 逐漸變得明朗起來 過去一種講法就是 整體在 清朝那個雲集年間 也就是學1665年 發生那個總戰 另外一種的就是學 就是在韓空年代 就是1851年 發生的總戰 最終考古人員在縣制上找到了答案 原來十萬古田在明清兩朝時 曾經有過繁盛的農業文明 以生產黃豆玉米等糧食作物文明 後來在清朝的咸豐年間 發生了蝗蟲災害 當地的居民 紛紛就遷到山下避難 後來十萬古田 就逐漸成了現在看到的無人區 如今十萬古田 以秀麗的風景 移人的氣候吸引著各地的遊客 而這些先進發現的歷史文化遺跡 又將為這片曾經的沃土增添新的亮點